你也不必起早太黑的 来送我 这也太辛苦了 那若是我想你呢 我想你 要是想多见你一会儿 我该怎么做 那就在宫门口等我 一同进去 如何 这样的话 你岂不是得早起半个时辰 无妨 我可以在皇后面前打瞌睡 可是你进长秋宫 就是为了跟着皇后学习 你若是为了我耽误了 岂不是 一心不能二用 我要么一心铺在皇后和宫物身上 要么一心铺在你身上 你自己挑一个 那还是铺在我身上吧 对了 还有晚上 你若是忙的话 我便等你 我们可以藏长秋宫的晚膳 吃完饭散着不回去 也算是消失 你若是不忙的话 我们就回家吃 如何 真想与你快些澄清啊 这日子 过得怎么这么闷呢 双双 要不你我 真的明日就涉颜定青 如何 好 好 好什么好 逗你玩了 三日之后已是最快 若真要明日就定青 那太仓促了 现在只能盼着这三日赶紧过去 我才能安心 也不一定能安心的 之前我定青的时候 同样也是请了好多人 可最后亲事不是 是 我都尽量了 你怎麼又突然親了 往後 你要是還說如此我不愛聽的話 我就還用這個法子 讀你的嘴 詞曲 李宗盛